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品种介绍 要搞好彩色甜椒的大棚栽培 首先要选择品质好 颜色鲜艳 市场需求量大 产量高的品种 选择适宜的品种是搞好彩椒栽培的第一关 冬季栽培彩色甜椒 应该选择卖低温 卖若花 一座果 果形正 肉厚 各大 颜色明亮 看病的品种 近几年在温室里遭培彩椒品种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绿变红彩椒 又果期为绿色 成熟时呈鲜红色或呈红色 当果重100到150克 果形为长冬用型 主要品种有红音达 安达莱 圣方舟 麦卡比 HA-1195 FAR-3等 紫变红彩椒 它的右果紫色 有光子 成熟时逐渐变红色 老熟后呈暗红色 平均单果转80克 长冬用型 多数为中熟品种 有紫美丽 紫贵人等 黄色彩椒 有些品种的右果就是黄色 有些品种右果为绿色 成熟果为黄色 它的当果重80到120克 果实为当用型 多是中熟或晚熟品种 主要品种有 橘心亚 黄欧宝 831 黄肠宝 HA-490 HA-1134等 像牙白彩椒 又裹象牙白 成熟后 转为橙黄色或橘黄色 平均单果重80到120克 果实单种形或长圆锥形 主要品种有 白公主 赛嫩娜 散麦 980-202等 另外 水日系列的采佳品种有 红 黄 橙 紫 白 绿色 共六个系列 外田品质好 二 二,栽培时间的确定 品种选好了,你还要预先计划好在哪一茶来栽培 由于全国各地温度变化相差很大 因此,要根据各地不同季节对蔬菜的需求,合理选择栽培时间 一,秋冬茶 秋天定值,冬天达到采收高峰的叫秋冬茶 采收期可一直到第二年11月份 育苗移栽的采椒要想在春节前大量上市 需要转色的品种在7月1日到10日育苗,8月中下旬移栽 如橘西亚、黄欧岛、麦考比等 果实不需要转色的,在7月底到8月上旬育苗 9月中下旬移栽,如白公主、紫桂仁等 平茶更新是指利用冬春茶或早春茶的采椒 1.在茶量较低时,兼减脂更新后进行月下栽培 然后再转入秋冬茶生产 2.冬春茶 冬春茶采椒是指在8月上中旬播种育苗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定值 12月上中旬开始采收成熟果的育茶 由于是在12月上中旬播种育苗 由于是在12月上中旬开始采收 正值元代和春节相受旺季 因此是日光温室辣椒生产庄最主要的益茶 3.早春茶 在2月初定值 3月中旬前后开始收获的一茶是早春茶 一般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播种育苗 结果期也可以到11月上中旬 同其他早春茶结果类栽培一样 这一茶对温室的要求不高 下面的内容我们就以冬春茶为主进行介绍 3.适时培育状苗 育苗前首先要知道采胶状苗的标准是什么 由于采胶前期和中期结果的花芽 是在苗期进行分化的 因此培育适林大状苗对提高前期中期产量 有着重要作用 适林大状苗标准的主要形态特征是 苗高18到22厘米 筋杆粗壮吨石 单株有9到13片展开叶 叶片肥厚 叶色深绿而且具有光泽 根据发达乳白色 无病虫害 植株进入现大累期 疫苗时期的确定 冬春茶采胶要想在春节前十天大量上市 需要转速的品种 疫苗时间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 8月下旬到9月上旬移栽 如徐西亚 黄欧宝 麦卡比等 果实不需要转次的 8月上中旬疫苗 9月底到10月初移栽 如白公主 紫桂人等 菌种催芽 为了保证种子出苗整齐 不带病菌 播种前必须进行消毒处理 消毒方法是 将高猛酸钾 与适量的水 配成0.1%的水溶液 把彩胶种子倒入 搅拌浸泡30分钟 然后用次氯酸钾 配成10%的水溶液 将浸泡后的彩胶种子 捞到次氯酸钾溶液中 搅拌浸泡20分钟 将种子用清水 冲洗3大4次后 倒入55摄氏度温水中 不停地搅拌 直到水温降到30摄氏度后 静置浸泡3小时左右 通过以上处理 山液种子上携带的病菌 浸泡后 用温水冲洗2-3次 拉出 用消过毒的细纱布包好种子 放入25-30摄氏度的地方摧芽 一般4-5天出芽 有的种子出售前已经过高温处理 拨种前只进行进种催芽即可 种子准备好了 下面我们来介绍育苗期的准备 冬春茶采交的育苗期 在强光高温多雨的夏末秋初 育苗场所应当选在日光温室内 并提前在温室上加盖遮阳网和防虫网 使用营养波机制育苗的 机制一般采用草碳与制食 按照3-2的比例配置 最好是采用三份制食 一份珍珠盐 一份土 一份草碳的方法配置机制 过筛后 用50%多均零可视性粉剂500倍液 向机制上边喷雾边翻倒 使机制与药液掺匀 然后将机制装入育苗盘中 放到育苗场地 洒水后准备播种 使用土壤育苗的 要先配置营养土 每10平方米育苗期加入优质腐熟油剂肥100千克 三元复合肥500克 充分混合均匀并过筛 在温室中间部位做平起 多种前一天浇足滴水 早春茶采椒是在寒冷期育苗 育苗地应当选择在日光温室或改良阳旗内 最低温度不低于8摄氏度 以确保育苗成功 为了提高夏季育苗的质量和效率 我国在蔬菜保护地栽培成规模的地区 建立了相应的蔬菜学盘育苗基地 大家形象地叫它工厂化育苗 这种新技术以草碳制食等为育苗机制 学盘为育苗容器 采用机械化精量播种 一次成苗 是一种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工厂化生产商品苗的育苗体系 使育苗逐渐形成了一种产业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备好了种子、备好了苗床 下一步就要进行播种了 一、有土育苗的播种 种子与土混合后播种的方法叫有土播种 选晴天的中午 将出芽的种子与细沙混合均匀 撒播在育苗期内 播后覆盖0.5厘米后的 动有杀菌剂的细潮土 二、机智育苗播种 机智育苗的水剩下以后 每学内播一到两粒种子 然后覆盖1到1.5厘米后的机智 稍加镇压即可 下季也可以播没有催芽的种子 六、苗期管理 播种后两到三天内 白天要保持30到35摄氏度的降高气温 夜间保持15到20摄氏度 促进出苗整齐 出苗后为防止幼苗土长要适当的降温 白天25到28摄氏度 夜间14到17摄氏度 温室内温度过高时 应在晴天上午10点至下午3点 使用遮阳网 遮阴降温 机智育苗的应当加强浇水 防止干旱 如果天气晴朗 应当每天加溢水 微喷最好 既可补充水分 又可降低空气温度 采用有土育苗的 当幼苗长到两片真月一新时 进行分苗 分苗后保温促缓苗 白天26到28摄氏度 夜间18到20摄氏度 缓苗后适当放风裂苗 白天26摄氏度 夜间16摄氏度 定值前一周适当降温裂苗 用营养方育苗的适当补水 用血盘育苗的 仍需两天左右 仍需两天左右浇一水 并4到5天浇营养液一次 营养液中除了蛋、磷、甲元素以外 还应当注意补充钙、硫、铭、铁、盆等微量元素 这一时期 应当注意牙虫、白粉湿的防治 播种后40到50天 一齐齐标准的采胶苗就预成了 4.定值 定值前要加温室准备好 先进行施肥耕翻 抹施优质附属有机肥500公斤 三元复合肥40公斤 用玄耕机耕翻或者仁耕翻土 使土肥混合均匀 定值前15天做齐 常年栽培的0.9到1.0米一齐 小嘎齐低罐、单行、猪距0.3米 矮化密质的1.2米一齐 瓦拢齐暗罐、双行、猪距0.3米 随后将温室的棚膜盖上 高温密闭闷篷7天左右 杀死大棚内表层的病菌和害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